中国传统文样才是真的高级 连LV的经典老花 都是从中国的宝像文样上汲取灵感 中国文样的高级 从来都不是跟风西方的某种风格 而是透过山水 天地 动物 植物 与传统文化的内涵结合 展示一个民族的高级审美与底蕴 中国文样讲究文必有益 益必吉祥 宝像文样是从自然形象中 概括了花瓣 花苞 叶片的完美变形 雍容华贵 寓意着吉祥美满 像这样的高级文样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还有很多 象征顽强不屈的忍东文 寓意福山寿海的海水江崖文 连防盗网上常见的零星格子 都是寓意永结童心的方圣文 中国插画师李玉龙的设计作品 因为文样赋予的独特高级感 从全球上万名参赛者中拨引而出 入围2022世界插画大赛 优秀作品 我们该如何运用中国文样 答案全在这本《中国文样之美》中 作者黄青岁用六年时间 走访上百个西南村落 一笔一画采集 拯救超两万组B&V传统文样 精选二十余组编撰而成本书 分为植物片 动物片两部分 从历史来源到生活中的实际应用 唯唯到来 非常适合传统文化爱好者细细品读 随书还附赠中国传统色卡 和史亮原文件 方剑设计师 补充灵感使用 让我们一起翻开中国文样之美 共同感受中国人骨子里的高级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